在你的生活里是不是常常有这种状况 叫做有一个习惯 有一件事 你明明知道不该做 做了一定会有不好的结果 但你就是忍不住 最后还是去做了 而且还肯定得到很不好的结果 就像是你明明知道 回家的路线里 如果你选择这一条路 你肯定忍受不了消夜的诱惑 但是呢 你在回家的时候 你还是选择走了这条路 于是带了一大包的消夜回家 充满的罪恶感 再把它吃光光 这种叫做你知道 但你做不到的情况 我想这是很多人生命经验里 都会感觉到很挫折的情况 当我们在面对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到底该怎么办 到底可以用什么方式来帮助自己呢 我在这边讲一个 世界的名著叫奥德赛里面的故事 这个主角是奥德修斯 他里面其中最有名的桥段就是 他们回家的过程当中 会经过赛连岛 赛连岛上面有女海妖 而这女海妖的歌声 非常的美妙动人 导致所有经过的船只 都会被他吸引过去 于是呢船呢 几乎无一幸免的都会触礁 然后水手都会死在船难里面 然而这个主角奥德修斯 他就想哦 既然这个海妖的歌声这么的美妙 如果能够听上一听 那该有多好 可是呢 他毕竟是肩负了全船的性命 所以呢 这个风险真的太大了 尤其是过去所有的经验里 所有听到这个歌声的人 无一生还 无一幸免啊 那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方法 让自己能够同时听到这个歌声 又能够让船只安全的通过呢 他就想了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就是哦 他要他下面的水手 在即将经过赛连岛的时候 把自己绑在尾杆上面 五花大绑 全身动弹不得 然后水手在用蜡 把每一个人自己的耳朵封住 除了主角的耳朵之外 那你看哦 用这样的方法 当船只经过赛连岛的时候 奥德修斯的耳朵 由于没有被封住 所以他是不是仍然可以听到歌声 但当他听到歌声 不管他怎么样的喊叫 不管他怎么样的命令 自己的下属 他所有的下属 耳朵都被蜡封住了 所以他完全听不到 女妖的歌声 也听不到奥德修斯的喊叫 于是呢 这一船人就平安的经过了赛连岛 而奥德修斯也就听足了 这个女海妖美妙的歌声 透过这个故事我想跟你分享的是什么呢 就是啊 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诱惑 其实你要用意志力来跟他对抗 基本上你是做不到的 但是你可以用一些方法来帮自己设下一些天条 就像是我们平常 如果要避免自己酒后开车 那么我们在朋友聚会 在还没有喝任何一滴酒之前 大家都先把车钥匙交出来 统一由一个人集中保管 而这一个人滴酒不沾 并且这一个滴酒不沾的人 在收完钥匙之后 马上离开现场 也就是说 所有在现场喝酒的人 就算喝茫了 喝到自己觉得信心满满的 可以开车回家 你也找不到车钥匙 这个方法就是去提高我们那些非理性行为的障碍 就像奥德修斯一样 明明知道自己抗拒不了诱惑 所以干脆要自己的手下把自己绑起来 其实如果回到我们在工作或生活里面 我们能不能用一些方法去提高那些 我们自毁行为要去实践它的时候的障碍 然而这种提高非理性行为的障碍 它不仅是用在我们的工作 更重要一点是 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创业者 你如何让市场相信你的市场定位 你如何让你的客户知道你坚持的是什么 什么是你可以允许的 而什么是你不能允许的 这个部分我经常会用两个字来说 就叫做天条 你有没有立下自己的天条 而你又如何让自己能够更有效的去实践这个天条 当我们能够去做到这一点的时候 对我们会有什么影响呢 它给我们最大的影响就是 任何你生命当中 你所应许的 不管是长期的还是只是阶段的 你都很容易能够为自己创造出一些必要的结果 当我们放眼人生 如果你在每个不同的阶段 都能够创造出一些必要的结果 并且避免掉那些自毁的行为 那么你的人生是不是能够朝向越来越好的方向去前进 其实不只工作是如此 关系里也是如此啊 我就听过有些人 当他有一个新伴侣之后 他就把所有的前男友跟前女友的通讯方式 社群网站等等的全部删掉 这也是一种让自己避免那些自毁行为的很好的方法 所以如果你想要在自己的人生里 不管是面对工作还是面对自己的生活 你想要在每个阶段都创造出必要的结果 并且能够透过这些结果的累积 帮助自己在适当的时机进行巅峰转移 那么你可以好好期待 我在7月22号即将上线的线上课程 过好人生学 在过好人生学里 不只是能够帮你破除自己在面对生涯里面的一些迷思 更重要一点是我会给你很多具体的方法 具体的思维 帮助自己一步一步的去累积出你生命里想要的结果 并且在适当的时机去转换 去兑现出你可以拥有的更好价值 然而不管如何 你会不会参与我的线上课 我都很希望你能够过上一个更好的人生 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带给你一些启发与帮助 我是凯宇 如果你喜欢我制作的内容 请在影片里按个喜欢 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别忘了订阅旁边的小铃铛按下去 这样子你就不会错过我们所制作的内容 然而如果你对于起点文化的商品或课程有兴趣的话 我们近期开课的实体课程 是在10月15号的高难度对话课程 这门课呢 在我录音的这个时候名额也在倒数了 所以呢 不管是我们的线上课还是实体课 我都很期待能够跟你一起学习 一起前进 谢谢你的收听 我们再会